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848集 嗯 有一些发现 张凡谦虚地说道 洞族服饰的色调以青蓝白紫为主 咱们在陆明山家里面看了几十种洞族服饰的照片 那些个照片里几乎把洞族服饰全部是囊括了进来 这些个洞族服饰上大多数虽然有白色 但是白色占服饰的整体面积没有超过十分之一的 听到张凡的话 武雷回忆了一下在陆明山家里面看过的那些照片 然后轻声嘀咕道 的确是很少 而且大多数都是边边角角啊 没错 结界画作上的人物也都穿着洞族服饰 仅仅是随便扫一眼的话 根本看不出那些服饰有什么样的异常 张凡话没说完 武雷便接了过来 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结界上洞族服饰的白色 占服饰的面积要超过百分之十 我感觉 怎么这也得有百分之二十 有些个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三十 没错 结界里面接亲的大花轿 和咱们在路上见过的也不一样 花轿较底的四个角都沾染着一抹白色 还有鼓楼的顶端也是有着一些白色的 武雷文言思索了一下 这个我还真的没太注意啊 那你还记得那个石台吗 记得 那个东西摸上去 有些冰冰凉凉的 嗯 那东西应该是来自于阴间 阴间 您做这个判断 有什么依据啊 张凡把牛头给的那段牛角 递在武雷的面前 你摸摸这个 武雷看了看张凡 伸手摸了一下牛角 当武雷感受到 牛角上的那股冰凉之石 眸光猛的一亮 吓一时说 这 这跟摸石台的感觉 是一样的呀 说完这话 武雷意识到了什么 妄想张凡 试探性地问 您手里面这段牛角 是来自于阴曹地府 对 哦 那这么看来这石台 还真的是来自于阴曹地府啊 武雷点点头 又说 那您打算 如何把这石台和结界上的 那些个特殊的白色 结合起来 急着打开结界 东族和我们汉族 有着相同的 披麻带笑的文化 丧葬 祭奠 一律是以白色为主 结界里面多出的那些 本不应该存在的白色 加上那来自于阴曹地府的石台 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我认为 结界上面所画的活人 并不是代表活人 而是代表阴魂 在古楼拍扁的右侧 写着一行小字 落月先民 这小字 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不过 我记得陆老爷子曾经说过 东族在古时候 被称作是落月 落月先民 就是洞族的祖先呢 那怎么看来 画上的人物 指的便是他们的祖先 不对 按照您的意思 准确来说 那上面的人物 指的是他们祖先的阴魂 没错 你想一想 在祖先的阴魂周围 摆放一个石台 哦 这 这是祭祖啊 张凡再次点头 五雷下意识 又把目光投向了张凡的笔记 这洞族祭祖 都需要一些什么来着 我记得老爷子曾经说过呀 供品 有白肉片 白水蛋 米酒 和松霸 需要手捧洞族的族花杜鹃 送念祭祖词 对对对 陆老爷子就是这么说的 五雷说罢 一副阅语试的模样 张先生 要不咱去试试 张凡看了看时间 此时 已是凌晨四点半了 太晚了 好好休息 明天下午咱们去 好好带上陆老爷子 行 好好休息 养足了精神 咱们再去 随后张凡和五雷便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吃完了午饭 二儿便直奔陆明山家 宰上有一些蒙圈的陆明山 到市场里面买了 祭祖用的用品和杜鹃花 看到张凡买的东西 陆明山上车之后 才问道 小先生啊 咱这是要去祭祖啊 没错 去哪儿啊 灵爵风那个 藏着真龙尔的山洞 那个山洞 那里又不是墓葬 也没有先祖阴魂 没有祖宗可以祭祀啊 张先生 我把您的发现 跟他说说吧 五雷朝张凡询问 张凡点头答应 随后五雷便开始为陆明山讲解起来 哦 有道理 很有道理啊 听完五雷讲解 陆明山连连点头 随后 把目光投降了张凡 小先生 您的意思是 祭祖一试 就是打开那姐姐的钥匙 感觉应该是 不过只是我的推测 还得试试 张凡花音落下 三人便已经到了 灵爵风的脚下 张凡再度揽住陆明山的腰 三人即行跳跃 便到了山洞里 几人把祭祀物品 都摆放在石台上 陆明山对张凡说 小先生 我 我来可以吗 陆明山的老婆 死于这个姐姐 这个姐姐始终便是 陆明山的心结 如果有可能 他希望可以亲自打开 当然 可以 陆明山点头 将手中镀姜花 递给陆明山 陆明山 接过双手和石 便开始用动作语言 送念起了祭祖词 在陆明山送念完 第一遍祭祖词时 整个山洞轻微地晃动了一下 伴随着翁迪声闷响 那姐姐光芒大盛 尤其是白色光芒 与此同时 大量魂器 从姐姐当中涌出 化作了千丝万缕 直接便涌向了石台 当那千丝万缕的魂器 接触到石台之时 顿时便发出了一声声 清脆的金铁交集之音 紧接着 那节节当中的能量 沿着那千丝万缕的魂器细线 不断往石台当中灌注 那石台也宛如是一个 无底洞一般 在持续地吸收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